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老婆七七車資訊網 我是大魔王Slinger 現在台灣政府對二行程車基本上已經到了一個 趕進殺絕的地步 在很多地方設置了環保的示範區 讓我們沒有辦法騎二行程車 甚至說要禁止那些二行程車全面掛牌上路 可是我身邊就有一位頭去撞到的朋友 從日本買了二行程車回來整理很漂亮 我們現在就來訪問他說 為什麼他會想做這件聽起來覺得很瘋狂的事情 以前車子其實在意的是車子的個性 車子都不好騎 純粹是人跟機械指令的溝通 所以每一台車的個性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誰比較難騎就對了 就是看誰比較難騎看誰比較機車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那這台我之前有帶他去大棚灣玩過 那也是想要感受像這台真正激烈操駕的狀況下會是怎麼樣 那說真的以直線上來講這台真的是不行 直線不行是不是 真的是不行 對啊 我覺得不行 為什麼這樣 所以該為台TZ了 因為這台實際上也只有帳面45匹 因為這個連管都沒改 就是原廠就是45匹 對那45匹 坦白講充直線頂多是7000轉 以上就啊 這樣狂拉狂拉 但是也大概只拉到大概可能接近萬轉 那就力量就下來了 就比R3快一點 對對對 比R3快一點 所以你就看到連R3都離我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然後你只是一直在那邊硬硬硬拉 就阿伯你灌到底了沒啊 對啊 那聲音很好聽啊 非常高轉的聲音 你的腎上線速會一直拉起來一直拉起來 但實際上速度其實也沒有真的那麼快 這是實際上直線的狀況 但是到彎道的時候其實我反而嚇了一跳 因為這台車很輕 所以輕巧是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這台車已經是很輕巧 但是除了輕巧之外 它在彎道又多了一份非常非常穩定的感覺 對 實際上其實它的前叉 它也只是可以調預載的前叉 對 它心稍微大一點點 那後面就是那種 對啊 就是單避震器的結構 說真的跟其他 跟現在的R3什麼事情也都差不多 對 但是你在彎中的時候 當你在做大動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車子是非常穩定的 聽話要定在某一個位置 你要它怎麼動 它要怎麼動 對 不太會有那種在扭曲 或是說會讓你覺得不穩定的感覺 對 就真的比較像賽車跟衣服 對 很有信心 你會非常有信心的去彎 去尻 所以是直線的時候被R38彎道拉回來 彎道或許可以拉回來 但是彎道也很難 真的嗎 因為你當彎道其實你的轉速會掉下來 對啊 掉下來其實要嘛就是要Hold住 要Hold到7000轉 一直Hold到7000轉 轉到7000轉 轉速一掉下來其實就沒力了 就沒了 對啊 出彎斧就沒力了 通常這個就是表示持筆要拿出來重配一下 對 持筆要重配 就現場抽一抽換一組上去 沒錯沒錯 那可以背給四五組來抽一下這樣子 可以啊 大部分一組 然後立寶另外一組 然後三大部分另外一組 沒錯沒錯 對啊 所以騎起來感覺會是這個樣子 那輕巧是真的很輕巧 我覺得它的重量就完全反映在它的超價的感受上面 那當然騎字上其實就是老派的騎字 就以前的車子其實沒有像現在的騎字那麼緊記 對啊 用轉的那種 就是用轉的 因為油箱其實也比較大 所以等於是用抱油箱的方式下去騎 就是以油箱為中心 然後這樣旋轉 對對對 老派的騎法 就是用老派的騎法去騎 因為覺得其實就 在彎道裡面是很有樂趣啦 那不然在山道上再騎其實也是 因為在山道其實就是輕巧 輕巧是彎道 對 沒錯 對 所以這台 先不要講下坡啦 在上坡如果說配速配得好 轉速一直維持在騎艦軟以上的話 這台的上坡其實是非常有樂趣 你可以一直灌一直灌的樣子 對 那輕巧也可以讓你感覺好像一直用不完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很穩定 對啊 很穩定的感覺 不過那時候的習慣會不會跟 那時候的配胎 就是比如說前面17後面18 前小後大的有關係 也有 也有 對 就是前面你會覺得靈活 也是因為前小後大的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對 現在都17 17嘛 對 那坦白來講 TGR車系也是只有TG 也只有SAMA 才是前17後18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有可能是當時流行 當時可能就是有一些賽車 就是流行後面18 俏屁股 比如說像那個RC30 嗯嗯嗯 RC30後面也是18 工廠賽車後面也是18 我以前騎過那個VFR400 VFR48後面也是18 就是那個時代88年到90年 就是那幾年很奇怪 就是習慣配前面小後面大 翹屁股 翹屁股這樣子 對對對 或許也有讓你有操控上比較靈活的 的一個感受啦 嗯 對 我覺得 但是到90之後就全部都改回17了 對 看起來17還是亡刀 嗯 因為之前我記得 那時候的街車都是前後18吧 對對對 那就是它因為如果前後18吋的時候 在直線上面表現會比較穩定一點 嗯嗯嗯 因為越小在直線的時候會越不穩定 可是彎道就反過來 對對對對對 或許它也是為了妥協 就是那時候在直線彎道之間的平衡 所以剛好就一個17個18 嗯嗯嗯嗯 我記得那個年代好像 GP還有16.5吋 那時候的GP都16.5啊 對 到後來才改成17 17 對 後來才改17 就不會跟市售車距離這麼遠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好像 我覺得好像不會像那個 那麼趴齁 對 其實上沒有像現在的跑 現在跑車搞不好 更低齁 對 還要再更低一點 對 所以雖然說它已經在上三角台的下面 它的手把其實已經比較接近GP了 但是 有可能是因為車身設計的問題 其實它的屁股也沒有像現在的車這麼翹 我覺得那個時代的車其實都是平的 感覺如果你從側面看車子的線量 就是平的 就是比較平這樣子 那現在的車子其實是翹的 屁股是翹起來的 就是 像小飛甲那種騎吧 現在的車 對對對 以前大陸那種腳伸直的那種方式 對對對 所以有點類似像這樣 縮起來騎的感覺 那種騎姿是有點像縮起來騎的感覺 就是那個時代的車其實我覺得還是比較長 就是 像以前早期那個GP時代的時候 那車更長 然後整個人是往前 其實最早的賽車油箱是特別長的 就是細細長的這樣子 這個還是有比較短一點 這其實已經慢慢的往現在的賽車靠了 對 比如說油箱的設計其實就是為了腳的加持性 對啊 所以這邊有設計的稍微寬大一點 所以你在做動作的時候 其實腳是比較容易去靠的位置 去旋轉 對啊去旋轉去靠的位置這樣子 像整條罩 像比較新的那個 這個防賽車在這邊都會做一個比較大的凹槽 讓你躲了嘛 不過那個時代其實大家風力做比較大 所以就變成 好像也不需要說這邊要另外留一個洞 讓你去長下巴 對 其實真的在比賽的車子 這一塊其實又更大了 更好躲後面 對對對 所以 對啊 那車手機就是躲在裡面這樣子 對啊 現在其實風景是越做越小 對 因為陣頭的面積要變小 對 陣頭的面積要變小 所以除了人要躲進去之外 這邊甚至要挖一個洞 對啊 可以讓你安全帽再擺下去 這台也有啦 這台這邊有挖一個洞 對 但是現在是 它現在簽名了 對 現在是 現在有簽名 所以不能靠 不能靠 對對對 這是那時候原田哲也嗎 對啊 這是剛好是去年嘛 去年 HARADA桑 原田哲也有來台灣做一些訪問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找他簽名呢 原田哲也其實是 等於是日本在GP的廠上 算是很有朋友名的一個車手 那也曾經得過GP界的世界冠軍 250的世界冠軍 1993年 那它正式進軍GP250 大概是在1990年以外卡的身份 開始比GP250 當時其實就是騎後排的TG250 就是這一台 所以 所以給他簽 其實那個時候 他也還蠻感動的啦 有人記得這段歷史 有人記得他 還記得他這樣子 對對對 不然現在年輕一輩應該不知道 他是誰樣子 對對對 可能覺得 他很有名嗎 很有名 就這樣 對 因為現在大家應該都只認識Rust 其他都不太熟 對對對 像賽車手的歷史上 還是有他的歷史定位在 而且其實我覺得在歷史上面 就是雖然說 雖然說是日本是機車製造的 機車製造的研發的大股 可是實際上 日本一直好像 真的站上GP500的高峰 好像真的沒幾個 對對對 比如像家庭大智囊 木典史 那雖然說成績還不錯 可是都沒有真的拿到年度的冠軍 離冠軍其實都剛好差一點 雖然比賽的成績都還不錯 對 但是離冠軍剛好都差一點 這是日本 就是反正日本人自己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哈羅達場其實是年度冠軍 不是只有單場 單場可能還比較容易 但是他是年度 2013年 2013年年度冠軍 嗯 對啊 這個是真的是還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沒錯 對 收這台車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意味在 一個輝煌時代 就是的記錄 對 一個輝煌時代 那還剛好可以碰到哈羅達可以簽名 沒錯 對對對 就讓那台車完美了 對啊 對啊 上面有些東西很多現在的小朋友都不了解 對對對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分享一下 第一個像這個風鏡上面 它這邊為什麼要坐一塊起來 因為實際上早期那個時候風鏡 大家坐的時候 怕煞車或是發展車庫的時候 這邊會割到騎士 所以它這邊會特別做一個倒的R角 摸起來的時候就會比較順手 不會去割到 不過因為那時候的射速技術其實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有些射外品它沒辦法做這種倒角 它就是用一個膠條去貼的方式 那比較好的原廠品就會有這個部分 所以以前我們在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原廠品一看就知道 就是原廠就是一定是這樣 如果非原廠就沒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轉速表 對那這台很特別 這台的轉速表其實是從3000轉開始的 3000轉以下不重要 對3000轉以下不重要 那其實有一個考量應該是賽場上 賽場上其實本來就是沒有什麼怠速 對啊就是發動了之後就直接騎出去 對啊所以三線轉以下真的是不重要 那對這台來說的確三線轉以下也真的不重要 因為根本不能用 哈哈哈哈 根本不能用 沒錯 所以你的轉速還是要至少要拉到轉速表動了 其實車子還會動 所以轉速表不會動的時候設計就不會動 設計基本上不會動 你只要入檔後可能就放低的氣就熄火了 所以其實這樣也蠻直覺的 對對對 那說奇怪怎麼車發了之後 怎麼轉速表不會動 對對對 這到底是壞掉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其實坦白講 就是讓你覺得說這台感覺好像是賽車 那樣的感覺 對啊 對包含轉速表旁邊那個海綿也是 對對對 因為賽車在比賽的時候不需要時速表 他不需要自己知道自己騎多快 我說速度啦 但是只要轉速什麼時候換檔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他看來是秒數嘛 所以海綿的部分也是只有油表跟轉速表 其他都沒有 對對 尾牌其實也是二充 就是那個時代的車種 覺悟兼有啦 自己是覺悟兼有的 可是他這個 那時候他尾牌是因為那個時候的RZV吧 那時候四缸沒地方放 所以 對 那個時候只要是400跟500的 其實都有一隻或兩隻是尾牌 尾牌 因為他有四缸嘛 對對對 所以他一定是V嘛 他一定是V缸 對 那後缸其實就是只能走尾牌出來 對 不然沒貫真的沒地方 對 就以前不是大家會講說那個二充的排氣管 就像女孩子的腳 美人腿 就是他會有一段是膨脹式 對對對 所以你四根都跑出來 那能看嗎 所以總要有藏在裡面的 對對對 所以這台都藏起來了 然後膨脹式在哪裡 嗯 看起來我覺得收到 對啊 這個不是特別做的喔 這不是特別做曲線喔 這是為了藏 這是為了藏膨脹式 膨脹式在裡面 就是左右兩邊這樣子 看來我應該去收一下RZV500那個 Pachita號 沒錯沒錯 那個就是我們年輕的記憶 對對對 其實其實是很帥的 但是現在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會噴到臉或幹嘛的 不過其實我現在看這個尾牌 看起來它其實也是有想過 因為它外面還有套一圈 它不是單圈 所以基本上碰到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燙 其實碰到還是滿燙的啦 真的嗎 對 所以不能抓 對對對 熱的時候真的還是不能抓 還是會燙 但是至少就不用防燙蓋 說的也是喔 如果要驗車的話 基本上是沒辦法啦 現在你在電動車嗎 對 沒有排氣管 找不到 應該在後面 對啊 二充應該很容易被人家發現 因為聲音大 然後它這個其實 還有噴煙 可是這個熱的時候應該還好 對啊 只要是熱車的時候狀況好的話 實際上比較看不太出來 煙的狀況其實看不太出來 對 所以其實二行程車 大致上來說 我覺得還是蠻好的 不僅不像大家覺得說 這麼多煙 這麼不環保 對 不環保的其實是 大家沒有照顧好 其實是保養的問題啦 對 就是車況不好 其實就會噴煙嘛 四充的車況不好 一樣噴煙 四充的煙更毒 對對對 那個是燒不能燒的機油 這個還香香的啦 對 沒錯 對啊 啊香香的 啊 文文有益健康 對 雖然為了 那個世界環保法規啊 那像日本 他在2000年之後 就宣布說 二行程車就是 新的二行程車 不能掛牌 所以日本也不生產了嘛 那我覺得至少的好處是說 雖然說 他們覺得二行程車的污染 可能比較高 然後但是 他們不會因為說這樣子 就讓二行程車不能上路 那至少你還是可以 在日本還是可以掛牌 還是可以合法的騎 那這點跟台灣政府 其實做的方法不太一樣 那台灣就是用一個 就是二行程車 就是比如說這邊不能騎 哪邊不能進去 哪邊怎麼樣 然後用這種方式 讓本來我們這些 非常值得經典的文化財 對 都消失了 所以其實現在也越來越多人 喜歡就是玩老車 尤其是二行程車的那個東西 像NASA之前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RZV500 然後像這個就是TZR 對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實在 其實這些東西 應該是被保存下來的 那如果偶爾其實就是 發一發二七 然後講一些年輕的故事 一些以前的記憶 我想應該會是 對整個機車文化 對整個產業 我覺得都是有加分的效果 對 好 那今天的經典車庫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大家下次見 掰掰 忘記要講什麼 然後 要講什麼 結果下去 我已經在講了